家里每个星期都要吃两次的蒜蓉蒸排骨 鲜嫩爽滑 简单一做 连汤汁拌饭都能多吃两碗 16亿斤的排骨 加一勺面粉和适量清水 这样能洗去血水和多余杂质 蒜末用热油激发去香味 加生抽 蚝油 盐鸡精 白糖 用我的勺子搅拌均匀 然后淋在排骨上 加一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腌30分钟 碗底铺入红薯 腌好的排骨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太香了 孩子一口接一口 真的太满足了 学会了 赶紧做给家人吃吧